今天這歌不是我選的,是你選的,為什麼? 凱倫哥,你知道嗎?這裡是中式嘛 對,老中式 但現在是原住民廣播電台 對,那這個中式我有一點回憶 因為在那個綜藝大哥大跟菲哥一起主持節目的時候 在我們節目裡面有一個人 是你那時候加入菲哥 對,我那時候加入菲哥的班底 然後呢,有一個人也姓洪 那個人叫做洪都拉斯 年輕的小朋友都笑起來了 他呢,最喜歡唱這首歌 模仿今天這位男神 所以我說,這位男神 真的是台語的男神,天啊 我昨天剛好回台南 然後跟我爸爸說,你知道嗎?明天那位男神要來 他說你一定要跟他拍照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歡迎我們今天這位男神 他是誰? 洪榮洪大哥 歡迎洪榮 大家好,男神 男神,洪都拉斯去模仿你的時候 你有在電視上看到嗎? 好壞喔,他好壞 好像有看到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有點誇張 對 所以那個神情就模仿的感覺很像 對不對? 他應該是模仿康康哥的 再版 康康哥是元老 是嗎? 他們正好都挑的歌都是這首 洪都拉斯哥喜歡唱這一首 萬仙桃 萬仙桃 什麼叫萬仙桃啊? 就是仙桃嘛 仙桃就是神仙嘛 對 那這個不太可能是搬得到的嘛 不可能玩得到 所以就說他把男女之間的感情 舉例成說萬仙桃、萬別的感不感 就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感覺 那個時候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是不是九零年代? 嗯,蠻久的 對不對? 因為我查了一下 原來是我們的黃瑞峰老師 古王做的 對 他做給你的 對 我一直以為是日本翻譯歌耶 我到昨天去求證到的 他覺得說他語歌應該有一個比較 完全注重節奏的 所以你看這個節奏很強 沒錯 而且可能就是因為黃瑞峰老師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主持人如果想要現場好 出場唱歌就選萬仙桃 你們記得誰來我們節目裡選個這首歌嗎? 那一位是誰? 小郭 郭子乾 他特別點這首歌耶 真的喔 他就說那簡直是主持人在秀場界的全力打 真的嗎? 這首歌其實不好唱啦 因為低很低高很高嘛 對 但是我覺得好玩嘛 這首歌很輕快 很有效果的 唱這歌的時候你大概多大? 二十幾歲 那時候是什麼回憶在唱這歌的時候?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我現在覺得很好 那時候懵懵動動就過去了 那怎麼唱歌這個樣子 但是我後來就重唱就不一樣的感覺了 現在在唱的時候呢? 想到什麼? 就很輕鬆 就很輕鬆 那時候好像有一個重擔排在身邊 為什麼? 不知道我就不覺得啊 是因為你剛出來有扛家計嗎? 都有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聖明之雷 然後一直有一個重擔壓在我身上 對 所以很多人對《紅龍紅情》那個時候就是 雖然有名 但是不是那麼了解他的感覺 對 你們當然沒聽懂對不對 因為他在我的印象當中 如果我沒記錯 我認識他是相思語 在那時候一出來以後 他就紅得一塌糊塗 就像是現在人家講的是什麼? 就有一個名詞來形容 男生剛出道 小鮮肉 對 他就是那個時候 小鮮肉 對 就是紅紅就是那個年代的小鮮肉 什麼都想沾他 都想碰他 但是因為他 只要有他就有票房 所以他有很大的壓力 要去承受 沒錯 那個時候黑道嘛 那這個秀場都是一定要 不得不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所以那種情況之下 就不是太快樂 對 雖然歌聲那麼好 可是就是被壓著要去唱一些歌 是這個年代的時候 可是你們知道他同心起家嗎? 不知道 真的嗎? 完全一片空白對不對 一片空白 好 那因為我都想著說 我跟他曾經訪問過 他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到現在都記得 是不是你四五歲 被你爸爸訓練的去彈鋼琴 說是你最痛苦的日子 嗯 那個時候每天被逼 一定要發生 阿伯叫母 就是每天一定要在那邊發生練習啦 那個是一般小孩子 都童年啊 我沒有童年啊 你不會當初一生 你就每天一定要發生練習 一兩個鐘頭 每天 所以我們現在要聽到的歌曲是你幾歲的時候 孤兒淚 我十歲灌入 大概七歲八歲 爸爸就帶我全神到處去唱歌 哇 要不聽聽看那個時候紅紅的聲音 要要要 就順著走 現在沒有路嘛 我剛剛要 我剛剛暗示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要你翻譯那句台語 你都不懂我的意思 我知道 對就是翻 因為他們是原住民電台 他們聽不到我們的台語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要翻一下 然後你現在上的其實是中廣音樂網 是喔 是因為蔡英文小姐把他拿來交給他們 是喔 所以他的網路 他全神耶 對對對 而且很寬廣的 對聲音很棒 音質是很好的 最近才能拿回來的 啊 對 厲害 七八百個部落都可以聽得到 對對對 很深入很 對對對 他很強 聽到很強 聽到我要問你囉 這是很不簡單的 那你這樣子 我們會發現 可以嗎 不簡單的 要用的是 太離譜了 後は 各地的 都沒有 大火 大火 在承所 五 这样再听一听 他多少时间 一分钟 小冬你不要傻傻的 我给你听 你画面要定在一个红红的格式上 这样才会有意思 声音才跟那个是同时的 懂吗 或者他 对 就是这样 这样才拍下去 差不多对 30秒 念泽你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我大开耳界 你想象得到我们的红男神 他在他小时候 就是已经是10岁上下了 10岁怎么会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自己唱这种歌词 当时也不知道在唱什么 你看我们考那个 就有点超龄呆 就是发音不标准 因为我不知道台语 那个艺术 所以我就是硬把它唱出来 我知道就是很可怜 所以后面爸爸说 你那哭腔那个哽声音都要出来 所以当时是被强迫唱的 可是现在我们回去听这小孩 他好像是标准的就要走这个行业 我觉得就是注定 注定要走这条路 那当时爸爸就说这首歌是为你做的 叫孤儿类 那后来就没有想到真的唱了变成真的 就变孤儿了 真的啊 我就一个人啊 对 我爸爸就离开我们了 对 就是离开家里了 对 有新的生活了 没有 跟妈妈离婚了 所以我就一个人了 出来打拼了 就是孤儿啊 那时候几岁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从日本 本来爸爸把我带去 是要我在那边发展 去学音乐嘛 那后来因为父母亲离异 我就不得已才回来的 对 可是日本那个 大概不到一年是不是 差不多两年前后两年 现在回头晓 那时候是你几岁 去在日本 十一岁 十一岁 待到十三岁左右 刚刚那个灌完唱片 过没有多久 爸爸就好不容易 可以帮我办出来 然后就去日本了 对 十一到十三岁之间 嗯 你在日本 对我在日本 虽然年纪还小 可是那两年 应该是有体验 对你今天的帮助 就是孤儿嘛 就一个人嘛 就那很孤独的心情 就开始 从那时候演到 我自己在成名之后 其实我都很孤独啦 所以我才说 背负的那个重担 在永远在接口 有一些不开 不快乐 对 对不对 对 那么小 因为我一直印象深刻 就是洪洪洪告诉我 他不喜欢坐在钢琴面前 可是后来回头他讲 他很感恩那段事 很喜欢 后来变成我自己 自弹自上 我独立了嘛 后来爸爸就 就跟妈妈离婚 我出来 那我其实在日本 那段时间 学音乐很快乐的 因为打开眼界 看到日本的音乐 是这么丰富 什么音乐都有 对 所以我就不用常常 唱我爸爸那一类 那一类 那一类型的歌了 对对 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 我其实我歌 听过一次 我自己就会弹了 所以我就到西餐厅去 自弹自唱 所以那一段时间 等于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在西餐厅自弹自唱 是你最快乐的时间 对 对不对 对 一则就是赚的钱不是很多 可是 太少了 那时候可以台币五六万 嘿 洪洪洪你到底唱多少家 等一下你唱多少家 六七个钟头 那当然了 我那很辛苦 每天要弹六七个钟头 哎跟你同一期的还有谁 那个年代 后来我就认识了郑静一嘛 舅舅那个郑静一嘛 一小个阿姨 对对对 郑静一 因为艾琳江慧都在那个时期 都是那一时期 对不对 搞不好别人唱的还没拧 字数多呢 时间多 对对 所以他说快乐是因为交了这些朋友 然后歌好像难不倒你 对 台语 日文 中文 学了很多的歌 他都可以在那段时间发挥的 就是我后来看到一个媒体写 哎小朋友 你刚听红柔红唱那个小时候 十岁左右的那个孤儿泪 你什么感受 其实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唱 唱那个 就是 惠妮忧斯坦 哦是哦 惠妮忧斯坦 真的吗 可是你是自动自发爱唱 对啊 也是也是听 然后马上就唱这样子 那惠妮忧斯坦可以转来转去啊 对 对 你可以过去 但是我觉得 所以你刚刚那个也是转来转去 只是用靠调啊 你要要要要要要 对我那个是被设定好了 就一定要在那个框框里面去唱 台语歌不可能让你转太大了 对对对对对 OK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很珍贵的 他在 我也是第一次昨天半夜抓到这个 我就传给大头 我说我早上起来我重新拍 我说我要让洪洪听听歌聊回忆 聊故事啊 是 还有一首歌 听说是你十九岁的成名曲 因为所有的Google 他都这样写 对 一只小雨伞 一只小雨伞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 那算不算第一张正正事实的歌呢 没有 其实它是在我第三张专辑里面 不是祝达歌哦 它是放在B面的第四首哦 祝达 但是这首歌突然之间就爆红 因为在那个同一张专辑里面 还有爱的修路 爱的小路 对不对 惊达人的爱 惊达人的爱 乎哪路不一定 好像不同张 但同张是惊达人的爱 然后还有水谷 对 但是红是红这支小雨伞 红了一只小雨伞 对对对 那我们就让大家先回忆吧 好不好 一只小雨伞 我的意思是说